我當然有感觸了,怎麼會沒感觸了 感觸他更加 想寫上這首歌,信給他媽媽 後面這些我都不知道 我今天聽了王源小朋友唱的歌 很感動,也很為他自豪 所以想起我的兒子 跟他一樣也很優秀 做母親的人肯定想到自己的孩子了 有啊 怎麼了 我下午參加了音樂會 聽了一個歌手叫王源的 王源啊 我知道他 你知道他,這麼厲害 他很出名 他就坐在我身邊 他給我唱了一首他原唱的歌《驕傲》 我說我還不知道他 我說我都認不出您來了 你這麼厲害啊 我這麼厲害啊 他就在王源旁邊,你也太厲害了吧你 兒子啊,老娘想你了 可能這時候打電話 可能沒辦法接電話 帶點心兵啊 可能在忙 小輝,媽媽在錄製節目 看那個小孩的王源的 唱這首歌,驕傲這首歌 媽媽聽了呢 我想起你了 為你驕傲 媽媽也驕傲,你也驕傲哈 喂 潘翔 怎麼了 你好 沒有怎麼我在這裡錄製節目 我剛剛聽了一個 那個王源的唱了一首歌 驕傲 獻給媽媽 好的,我剛剛聽了他唱了這首歌 想了 很感動 我就想了 你不定嘛 在我一生中 也是我的驕傲 真的也是我的驕傲 謝謝,謝謝媽媽啊 你不一定是外面要做的什麼樣 你只要回來 只要你就 你不要搞得太累 知道吧 要保持健康 只有一個好的身體 你後面 你才能夠去做你喜歡做的事情 是不是啊 所以 所以在外面 自己 要保護好自己 知道嗎 累了呢 你爸爸媽媽 到你爸爸媽媽 跟我們打電話 或者說是你什麼 就回到家裡來 家裡面永遠都是 都是你的家 好不好 爸爸媽媽愛你 好 寶貝啊 想跟媽媽說什麼 愛你 我想你了媽媽 想我就回來 對 多回來 不要老是不回來 對 我想回的 嗯 我過來時間 我有 我過來時間一定會回來的 我太想你們了 好的 嗯 回來啊 回來我做你喜歡吃的菜 好 好的 我已經年紀也是這麼大了 我們見面一天 見一天也是少一天 我們見面的時間都是非常貴的 潛嶺 江西啊 江西不是洪水啊 江西不是洪水啊 剛剛好我小的兒子在 在搞那個海上救援嘛 那看到視頻我們也看到 哎呀 心裡頭就是 不適合滋味 他發這些消息呢 確實我一下子也沒想到 是 他就說 不想讓我們為他失望 所以他 其實他 很刻苦 應該說很刻苦的 小孩 好像那個啊 這個我們心裡知道的 但是呢 就是說 我回他我就說 你是我們的驕傲 嗯 但更重要 你是我們的這個 這個寶貝 寶貝 不容易哭 在小孩面前不容易哭 哭也只是 哭也只是在後面哭嘛 在他面前只是高興 我不要人山人海 熱情的尖叫 我不要無縫失色 殘留輝煌的燈光在閃耀 我只想有一天 你能為我 驕傲 我只想有一天 你能為我 驕傲 哎 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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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首好歌在一個 對的場景裡面 一定是特別特別讓人感動 嗯 小元應該是感受也很深刻 嗯 其實我當時走的時候 並不知道 我有沒有真正打動到他們 嗯 但是到後來看到這裡 發現他們那麼感動 我覺得 我非常非常開心 嗯 這是你自己用心的作品 對 確實有共鳴啊 對 跟他們聊的時候 其實當時我也很感動 就是我說了我是誰之後 他們就告訴我說 你一定要注意身體 注意休息什麼的 這是我家裡人 他還會跟我說的話 嗯 其實我特別感動的是 每一個人對自己的孩子 都沒有過分的要求 嗯 都是你這樣 就已經是我的驕傲 對 通過這個事情 我真的感受到音樂的力量 就是這樣子的 就是在一個特定環境之下 像我認真說 像王源的歌 我感覺不是我這個 歲數和領域應該去聽的歌 但是 通過這種方式之後 這首歌我就聽進去了 我沒有想到你 寫歌的角度是寫了一首 把自己化作父母驕傲的一首歌 因為很多 年輕孩子們開始寫歌的時候 就是專注於一些 自我個性的表達 所以今天我還挺驚訝的 而且剛才那首歌裡面 我覺得也能聽到那個小元 他內心裡面那個很樸實的 嗯 對 可能作為一個歌者來講的話 唱出自己內心來 然後同時 在現場每一個長輩都有所帶動 然後想到自己的家庭 我覺得這首歌的價值意義就出來了 嗯 就是 就是跨代季之間無縫連接 嗯 這歌太好了 我回去就下來聽 收費不 收費 不收費 以後就想給父母表達一些時候 可以選擇這首歌 可以的 好像不太有這種類型的歌 嗯 很少 很少 一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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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來越好 我們要看他聽他歌唱得不好 我們有機會的話也告訴他 唱得好的話我們也鼓勵他 對吧 長輩就是這樣 聽懂 我們也能接受 我們也有感觸 我剛剛 剛剛聽了他唱了這首歌 後來我就想了 你在我一生中 也是我的驕傲 媽媽聽了呢 我想起你呢 為你驕傲 你唱歌的 無非也就是 想跟人們有一個共識 然後大家 才能夠喜歡你的歌 因為我們這代人的話 可能表達什麼東西的時候 比現在更加含蓄 好